彰化是肉園的发源地 在这里要做出名声 一定要有点真功夫 接下来带您看到这家肉園 被人称作是总统肉園 因为历届总统全部都来吃过 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更曾经到店里拍摄 这的肉園吃起来是 外皮Q染内馅多 还有古早味的龙骨随汤跟排骨汤 都是韬客必吃的 老板施名誉从国中开始就包肉圆了 在爸爸车祸之后 身为大哥的他更扛起家中的招牌 一坐几十年让好滋味颤香百里 这里是彰化的长安街跟陈陵路口 也被人称为是霸玩街 因为过去在全盛时期 同时就有六家肉圆店在这里抢生意 那不管是在地人还是外线市的游客 很多人只要想到要吃僵化肉圆 就一定会指名来这儿 要留下来的一定要有真功夫的 不然哪有可能 人家说没有三两三怎么上两三 对不对 说起肉圆信心满满 每位背后的推手就是他 石铭玉 从国中就开始炸肉圆 一炸几十年 动作手法利落干脆 炸肉圆要几粒 两个两个 两个一个一个 五个 几个 一个金针 一个金针 一个骨髓汤 转角小小的店面门口 人潮大排长龙 扎马丸的手忙得停不下来 一份一份赶紧装好 特别的是这里没人帮忙送餐 而是客人自己排队等着拿 当年就只有自助餐 自助餐是这样 我们就想说自助餐那一套 这样客人他点什么东西 也比较不会乱掉 谁先来都先拿这样 点一点拿去做 三十年前开始采用自助取餐 就是因为人潮实在太多 即使是平日的下午 店里还是坐满满一味难求 为的就是要一尝着锅里 随着金黄热油翻腾的肉丸 温度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是传统的皮嘛 所以是软的嘛 你不能把它炸到输掉啊 所以油温来讲控制就非常重要 我们要低温的 不能太高 高温就会硬掉了 我们这肉丸的酱啊 基本上有蒜头跟酱油跟甜酱 酱都自己煮的 都特制的啦 特调的啦 独满酱料满满淋在肉丸上 吃起来咸香不腻 外皮咬起来Q软又很有嚼劲 里头的肉馅多汁够味 肉汁瘦而不柴 能吃到整朵饱满的香菇 酱汁微微呛口的蒜香 融合甜酱里花生粉的香气 层次感特别丰富 让很多人一吃就上瘾 因为我们喜欢吃炸的 它的皮很Q啊 然后肉很多啊 很扎实啊 对 就很好吃啊 比北部的大科 对 比北部的大科 这家口感蛮Q的 吃起来蛮轻松的 我觉得它用料蛮扎实的 就是吃起来就是感觉有饱足感 对 小哥大王的好滋味 是当地很多学生族的最爱 老家住章话的导演九把刀 就是从小吃到大 他的电影代表作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也特地到这里拍摄 传统这个第一个 因为它那个料得像 真的是很传统而且很变 让我们吃起来 快点就差不多三四十年 那种感觉 好吃 小兄弟啊 你这个肉丸吃了 然后身体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饭完吃了一样 我每每每一次吃完 烤的都烤了一百分啊 人气爆棚的肉丸店 当初是施名玉的爸爸 阿忠伯开始做 他从小就在食堂当学徒 一身好手艺让他赚到些资本 买了车开启货运行 却在能源危机时经营不善 公司倒闭背负沉重债务 阿忠伯只好回归原点 带着太太一起拿起锅铲 把赚钱的希望寄托在 一颗颗圆滚的肉丸上 我二十二月就叫我先生 我先生是有汤的 没味 没饭 后来没饭 头都没生意 一天 才九点 没到二十点 没后一百粒 都没生意 我们才开始做而已 那时候真的 胜利很不好做啦 因为刚开始做很生疏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不是很好吃 所以就生意就很不好 即使生意不好也没有回头路 阿忠伯夫妻俩当时除了要还债 还要养育三个年幼的孩子 只能咬着牙往前拼 从每天调制霸顽皮的姜开始 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的 找出最好的口感 用地瓜粉加水搅拌 依照天气温度跟湿度不同 分水比例也需要随时调整 打的过程不是一次到位 中间要随时停下来 用生粉跟手粉调整口感Q度 我们的皮是我们的特色 我们的皮吃起来会Q 它又会软 有些人的皮它吃起来很Q 可是它很硬 吃起来很软 它就会烂 可是我们吃起来Q又会软 这个就是我们厉害的地方 这它会比例吗 当然是比例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的独门配话 独门比例 不能讲的 打好的姜就像鲜奶油一样 雪白光滑 马上就拿到房间里 十米律跟阿姨大姐们 起手八脚 开始每天一早的重头戏包肉丸 新鲜的温体猪后腿肉 夹进笋丝跟整朵的新色香菇 包肉丸手脚可得快 就像个小小生产线一样 有人负责打底 有人放肉 包外皮 每个人专门主理一样工作 每个人都会做 可是要这样分配的话 比较好做 如果你从头做到尾的话 你那个手没有办法 去做其他的事 你用肉的话手都游游的 它打底的话我用盖面 这样比较快 用工这样出去比较快 老板之前阿姨都在这边做这个 对啊 都做十几年 二十几年了 这个是姐姐啦 都是姐姐啦 不是阿姨 都是姐姐 都是姐姐啦 叫阿姨的话生气了 等下明天罢工 在谈笑间一晃眼几十年的光阴 是茗玉从学生成了中年人 骂完的好味道也逐渐成型 在蒸腾的热气中 发作诱人的香味 当年味道做出口碑 加上一家子没日没夜的拼劲 小店终于打响名号 许多外地人也闻香而来 我台北来的 怎么今天会不来吃 是同事在上网搜寻搜寻找到的 对 就是在彰化它好像算是 还算是有名的 因为这里之前曾经那些年 有风靡一时 所以就是就是很想说很有特色 然后带大家一起来一次 人潮多了生意渐渐稳定 不过一家子忙了好多年 却还是没存到钱 当完兵的施名玉赶紧回家 结下管账的工作 因为他比较海派 因为爸爸他就比较 比较大男人主义啦 因为他对朋友会这样好 所以出去喝酒啦干什么 都是他在请客 钱给我管之后 因为他身上就没有那么多钱 他就会比较节制啦 阿忠伯个性海派 施名玉则是温和圆滑 性子不同的两人 做起事来难免摩擦 但在施名玉眼中 爸爸永远是他的避风港 什么争执都不会伤了感情 但没想到一场车祸 却突然打破了平静的日子 我爸差不多十年前 就是在那个地下道那边 骑摩托车 发生车祸 就到家户病房住了 差不多七天 七天左右 他有好起来 可是就行动比较不方便 就是有伤到脑 向来带领全家的爸爸倒下了 虽然身体复原 但体力也大不如前 施名玉姆子俩只能扛下整家垫 还没来得及难过 就得把眼泪吞回肚子里 有很多女儿在那个导饭 就是够很好 比较辛苦 就是要勉弃对现实 也是要 一直要把她经营下去 那时候是心理压力非常大 因为整家垫 精灵跟制作的话 就变成我要丹起来了 身为大哥的施名玉 扛起家里的招牌 爸爸传承的味道 是一点也不能走味 像这鲜甜回甘的大骨汤头 他也照着爸爸的方式 每天现熬 用大骨跟蛤蟆下去熬着 大骨就是很甜嘛 加蛤蟆下去 线味都会出来 大骨汤底加进不同的配料 依照口味分层排排站 炖出各种食材的鲜香 像是金针排骨汤 清香爽口 苦瓜排骨汤的苦味 更凸显汤头本身的甘甜 最特别的是这道龙骨水汤 龙骨水就是猪脊椎里的骨水 配上蒸蛋一起吃 带着淡淡的药膳香 口感绵软滑嫩 格外开胃 因为这个是我小时候 我妈妈还蛮常煮的 就是比较属于软烂的 软软的 对 吃起来然后会入口即化的样子 我通常会点像排骨苦瓜之类的 其实这样子我觉得还不错 还有加一点汤的话 感觉会比较顺口的感觉 守住爸爸的味道 站稳脚步后 石敏玉还把骂丸 这项传统小吃伐阳光大 在国宴上做出骂丸蛋糕 更挑战金氏世界纪录 做出足足有685公斤的超大骂丸 县正我跟我讲说 我们来做一个大骂丸 来做金氏世界纪录 因为我们骂丸是代表彰化线 县长来找我 我就说好啊 可以啊 吃了5000多人 一颗大骂丸吃5000多人 说起过去的辉煌 石敏玉脸上满是骄傲 大半辈子都在做骂丸中度过 墙上挂着的照片 能看到历届总统都来品尝 甚至被当地人称为是总统骂丸 但即使小店越来越出名 他也不做网购或是宅配 反而坚持要每天现做现卖 我想说我们是传统的食物 来这边吃过 你就会知道说 传统的东西就是有那个传统 那个味道要在这边吃 你才吃得到 因为老店为什么还是老店 就是要那个味道 如果老店把它改变了 那个味道就不见了 吃坚持也是一股傻劲 石敏玉传承爸妈的手艺 熬过沉重的负债跟家中的变故 把多年来的酸甜苦辣 包进一颗颗肉碗里 化作记忆中最鲜美的古早味